哈囉 歡迎回到評價音響 那你現在看到呢 就是我上次提到的那個 我們音響室的沙發區 那我們的音響室呢 也差不多到一個九成多的完工狀態了 那這幾天呢 我們一直在做測量 跟器材調整這件事情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講 我們測量的事情 音響室 那在測量音響室之前呢 你必須準備好幾個東西 第一個呢就是測量用的麥克風 像這種全子向心的麥克風 再來呢就是電腦 還有呢就是你的DAC 你的擴大機跟你的喇叭了 那這些東西備妥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開始準備做測量這件事情了 在上一支我們介紹 我們音響室的影片呢 我們有提到說我們的空間設定 也叫做RFZ 就是Reflection Free Zone 的意思 那在一個Reflection Free Zone 這樣子的空間設定裡面呢 我們的喇叭就可以稍微貼牆放一點 那以我目前的現況 我們目前是把喇叭 推到牆面約是25公分的距離左右 那喇叭跟喇叭之間的距離呢 差不多是兩米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 靈聽的黃地位呢 是在我現在坐沙發區前面一點的位置 也就是 與喇叭等距 也就是差不多是兩米的地方 那在上一支影片呢 我們有一點口誤 講成說我們的那個黃地位是在2.5到2.8之間 不過 那個黃地位這個東西在標準的建議值上面呢 它還是有個容忍範圍的空間 所以無論說你今天是坐在2米的位置 還是說坐在2米2 或者是說坐在2米3 還是說你往前一點1米9 其實都是一個可以容忍的範圍 那我們在測量的時候呢 會針對兩個地方做測量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講的黃地位的位置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現在坐這個沙發區的位置 那因為這兩個位置 他們的目標不太一樣 那第一個黃地位的位置呢 主要是說 如果你要盡量做Critical Listening的時候 你在黃地位聽到的東西 一定會比比較Layback 這種沙發區的地方 聽到的東西會稍微不太一樣 那我們系統剛進來的時候 然後在黃地位聽到的細節 跟一些層次的一些結構啊 那些東西會比你在沙發區 聽到的還要再多一點 那在沙發區並不是聽不到細節 而是它那個畫面的那個呈現方式 會跟在黃地位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之前也說過 我們也很期待這個音響是完成之後 它的升學效果的狀況 那我覺得也還蠻好的一件事是說 我們在黃地位跟這邊測出來的結果呢 我們的平譜圖出來的結果 其實都還蠻平順的 然後一些RT60的數值啊 然後瀑布圖等等相關的數值 都在一個平順而且合理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相信說 在這樣的空間裡面 我們搭配出來的系統 可以比較能夠讓你們了解說 今天我們幫你搭配出來的東西 它聽出來的本質大概什麼樣子 或者是你在做Critical Listening的時候 你可以聽到你熟悉的歌曲 或者熟悉的唱片裡面 哪些細節是你曾經沒有注意過的 那在我們的空間之內 原則上應該都會聽得出來 那在我們音響式正式對外開放之前呢 我們這段期間會不斷的就是 拿不同的器材進來 然後做不同的系統配置 跟或者是說 喇叭的相關擺位距離等等的一些東西 一些小細節呢 去做一點調整 那我們也很希望就是 未來在預約來試聽的時候 一進來開始聽音樂 然後很輕鬆的聽 出去之後呢 會帶著一個很愉悅的心情 離開這個地方 那希望這支影片呢 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歡迎按讚跟分享 那如果你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呢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